台北市中正區一名竊賊居然自備水龍頭 萬用插燒 擅自裝在一名男子的住家前的洗手臺 侮辱見狀大發雷霆 刺客之後趕緊報警 還會這麼生氣 原來是過去呢 也有竊賊偷走住家前的盆賊 因此特地裝上監視器防範 沒想到這回又被偷其他東西 男子在洗手槽旁 從包包裡拿出工具 偷偷摸摸 好可疑 屋主見狀大聲嗤嚇 原來男子自備萬用水龍頭開關 專門來偷水洗手 你趕緊不要跑 你趕緊不要跑 竊賊見狀不對 裝作若無其事離開 隨後屋主立即追上來用手機搜證 嫌犯惱羞承諾 甚至還動手揮舞手上的 替代示意攻擊 雙方引爆糾紛 事發在台北市中正區去年12月 王姓小偷自被萬用水龍頭插銷 裝在屋主的洗手槽水龍頭上 還擅自開啟洗手數秒鐘 全程都被屋主看得一清二楚 事後報警處理 然而他會這麼生氣 就是因為看不慣嫌犯的偷竊行為 他帶這種製品就是很care 很不喜歡人家去擋那盤子 我們剛才那時候種花有一個 老先生也是去摘了 也會這樣弄到牌子 原來過去屋主住家前的盆栽 就曾經遭竊 為此還自掏腰包裝上監視器防範 沒想到這回又遇上有心人偷竊 才會鬥怒打發雷霆 而嫌犯過去也有妨礙公務 和衛政的前科 但他還是學不乖 再度遭到警方依送法辦 記者郭忠祐邀請台北報導